大家好,歡迎收看信網破維股追蹤 我們今天要講的破維股是利邦891 股份今早出現異動 暫時最多升了超過6% 高見2.96% 一舉突破了50天及100天線的匯聚 創了兩個半月來的高位 利邦在09年由母公司利豐集團封插出來 主力在大中華區和歐洲零售和批發高檔男士服裝 近年積極收購多個國際品牌 利邦的股價近年挺令人失望 由於盈利增長放緩 近年以來股價一度累積跌了超過四成 近年上半年的純利更加跌了四成三 只是有一億五千萬 派息亦相對減少 不過近日摩根大通看很多隻非必需的消費股 當中包括了利邦 說股份短期會受惠於銷售和訂單改善 股值亦都吸引 利邦的股價破壞之後 14天的RSI升到65左右 仍然未超買 短期有力突破3元 挑戰3.3附近的阻力 不過由於業績未完全復甦 這隻股份比較適合短炒 多謝收看《順網破壞股追蹤》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尊網破壞股追蹤